大专院校运动会 明天正式要开幕 但是现在传出来 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成功大学 都鉴请中央可以下令把赛事延后 要强烈建议体育署及大专体重 针对今天以后才会举行的 九项的竞赛项目延后举办 那待疫情舒缓后择其续办 其实全大运陆陆续续相当多的赛事 已经在进行当中 预估至少会超过4500名的选手 以及教练会在台南市区这边这里出路 虽然在场内已经针对了 这些选手的防疫措施已经进到了完善 但是比赛结束之后 这些选手以及教练等等工作人员的流向 以及动态他们都没有办法确实的掌握 因此是强烈的建议 是不是要考虑 明天过后的九项赛事 都可以延后举办 不过因为这个决定 将会影响到选手的未来成绩 以及入校的资格 是不是真的会延后呢 现在各方都还在关注 这期视频 练 除了 基本功能